由这一刻开始 在这个环节 你将会看到大量的二次方程 有些题目就好像很显而易见 知道怎样解释 但是大部分的题目 都不一定一看就看得穿 既然是这样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 真的认真花点时间 试一试这些题目先 看看究竟在哪个位置 然后再回来看Hints之类的东西 从中学到 究竟遇到这些困难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一个什么 approach 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看看第一条 第一条 这里涉及了一个 绝对值X的问题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怎样解决这个绝对值的问题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 就是采取X大过0 或者X小过0 就是分个案的方法 那这样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就要解采两次的二次方程 因为用一个正一个负的 approach 既然是这样 我们不如试一试第二种 看到这个是X的平方 我们知道这个平方数 出来就一定是一个非负数的 既然是非负数的话 那它最后出来才是大过0 还是我一早令到它 成为一个大过0的数 然后才平方它呢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没有伤大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试一试这种方法 这个绝对值X的平方 这个绝对值X的平方 就可以写成绝对值X的平方 减3 这个绝对值X 加2 这个东西等于0 那你呢 就可以 当这个绝对值X呢 这个是一个 新的variable 一个 新的变数 或者新的未知数 然后就直接解采一条题目了 那我们每逢遇到这个未知数 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交叉相成法 那所以出来呢 我们就会有 一个 绝对值X 减1 乘以一个绝对值X 减2 等于0 那就 显而易见就比较清楚了 那答案呢 你解采完绝对值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X的第一个解 和它第二个解呢 分别就是 正负1 X的第三个解和第四个解呢 分别就是正负2 那第一条就是这样解决了 那至于这边这条呢 我们看到又有一个 涉及到高次方程的问题 那我们看看可以怎么做 首先这个X的四次方 那旁边有一个加2X的三次方 那开始闻到一些 可以配方啊 还是什么的方法 那我们就 配一配看看会不会变成什么样了 头两个用来做牵手啊 那这条题目就会变成 等 等 X的四次方 加2X的三次方 加X的二次方 那这里就拿了一个X 现在 剩下的就是 加4X的平方 加4X 那这里就可以配合4了 减12 这东西等于来 那 为什么 前面 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要怎么解决了 那为什么 右手边这个 又不固定 12 呢 那我们看看下一步 首先这个 大家知道 它是一个完全的平方数 你可以抽一个X2 但是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 X的平方 加X 整个东西的平方 加4 X的平方 加X 减12 等于0 那又是了 这次呢 我们又可以当 X的平方加X 是一个新的variable 就好 那又变成了 对于这个variable 我们有一个二次方程 然后 都是这样 我们照拆这个12 那所以呢 最后 我们会有一条这样的样子 X的平方 加X 加6 乘以X的平方 加X 减2 这东西呢 就等于0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分别讨论一下 究竟这一块 还是这一块 等于0 那如果我们进行一个 这个需要大家试的 试一试 究竟这一块 等于0 的人会怎么样 发觉呢 如果我们将 这个X的平方 加X加6 进行一个配方 的话呢 我们就会变成这样的 就是X加2分1的平方 就加5 由3分之4 那这块呢 我发觉 它最小的数字 就是你代X就是-2分1的话 那这块就0了 但右手边是一个正数 那这块呢 无论如何 在任何情况之下 这个东西都会大于0的 那就是整个东西 是不可能 不可能等于0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无行了 这个东西无行了 那我们唯有就讨论 右手边这块东西等于0 吧 哇 清楚一点 那如果右手边这一块东西 会等于0的人呢 那 那 都是一个普通的拆解方法 我们就会解到 X有两个解 X的第一个解呢 是-2 X的第二个解呢 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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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了